HELLO 聊世紀 天影中心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HERA EV3 三位一千家的玩家 這場比賽我覺得HERA選擇的文明很特別 先來看一下HERA選擇的文明是 高敏人 這張地圖是癲狂之地 癲狂之地的特點 就是這些墓區、石子路的部分 是沒有辦法蓋下任何建築物的 所以這張地圖為死是基本上不太可能 除非你要把自己的地方圍成個口字型 然後浪費時間去穩 然後浪費對資源去圍 那你是圍得起來的 但你圍起來也是只能圍一點點的區域而已 所以這張地圖選擇一個馬報文明 是相當適合的 那HERA這邊也熟知這張地圖的特性 選擇高敏我覺得非常適合 因為高敏它有這個易次元農田 在農田裡採收的這個農地裡的食物的村民 是不需要來回擺放這個食物的 去放這個承認中心的肉或是模仿的肉 那高敏呢 它的馬報也是很OK的 在城堡世代的初期 爆了大量騎士海淹過去 這也是HERA以前早期很常用的戰術 但它現在已經不太用這招了 它現在已經轉成經濟流打法 那高敏呢 它也是後期的大洛瑪馬報 中期呢也可以轉大象啊 或是奴炮 或是寶兵 奴炮象 都是很適合的選擇 那整體看起來 高敏算是一個偏早期的文明 它的定位喔 其實跟維基人有點像 就是適合早期進攻的一個文明特性的 因為經濟夠強 前期的經濟很容易爆出大量的兵 去壓制敵人 那高敏這個文明呢 到後期會有點慢慢偏弱趨勢 還是要靠一些特殊的戰法 才能打得比較順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對手選擇的文明 那對手選擇的是阿茲特克這個文明 阿茲特克的文明呢 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村民採集支援 所有的支援都是攜帶量加3 木材、食物、黃金、石料 都是各加3的上限採集數量的 所以它在前中後期的經濟量 都還算不錯的一個發展 那中後期呢 可以打這個奴兵 這個強武它是有的但是沒有拇指環 但它的直毛器呢 比較厲害喔 可以讓自己的戰毛兵 多加一點射程跟一點傷害喔 傷害跟帝王戰毛是一樣的 射程也是 那它後期的龍冠戰爭喔 步兵傷害還可以再加4點 讓它後期可以轉出8加9 8加9的傷害老鷹喔 所以緬甸人 不是緬甸人 阿茲特克人 後期主要是主打步兵喔 那戰毛兵呢 只是偏褚柱的 那後期的老頭呢 更是比較厲害喔 每點一個科技可以加5滴血量 所以在在團戰的時候 阿茲特克比較常配 頭石車還有老頭跟槍兵的組合 老鷹的話是比較沒那麼常見的一個選擇 在團戰裡 那接下來看到 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義勇時代可以使用傭兵 那傭兵呢 是連浪隊友也可以使用的 這就意味著 阿茲特克也可以產生傭兵喔 再加上自己的龍冠戰爭 傷害非常高喔 那傭兵呢 這個單位不太需要升級喔 攻防升完喔 還有這個跑速喔 就可以往前瘋狂讓A了 而且打火器單位還有外傷害加成 那傭兵呢 這個單位 我會比較推薦喔 像瑪莉阿 或是緬甸喔 這類的文明呢 去用會更適合一點 因為這些文明呢 讓步兵單位有增加遠防效果 還有增加傷害的一些能力 那回到意大利人的話題喔 意大利人的話 他是有勒納爾弩手這個單位的 勒納爾弩手呢 是設了騎乘單位喔 有額外增上的效果 但是要點下精銳會更明顯一點 沒有點精銳的時候 傷害其實並不是非常痛 那這個文明呢 也是我比較推薦大家去練的一個文明 因為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你會對自己的配置喔 跟經濟的變化 會有比較固定的一個觀念在 不會因為你突然玩法蘭克 然後突然又玩波斯 然後或玩一下圍巾 經濟完全不一樣 而且經濟都超好 你可能認為喔 這個遊戲的配置喔 經濟配置這樣配就行了 那其實不是的喔 這個遊戲你應該是要先玩 經濟不好的文明喔 等你玩完這些不好 經濟不好的文明 玩得很順 再去玩經濟很好的文明喔 就會發現 幹我跟鬼一樣啊 自己原來我這麼強 你要先從克難的開始喔 才會越練越強 當然這是我自己個人看法 大家聽聽就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呢 最大的特色喔 就是開局的時候 他的羅車造價是比較便宜的喔 這個羅車呢 他的造價不用100木頭 肉類得要10幾多 他的強化教堂呢 第一個強化教堂 可以獲得額外的聖物 他後期呢 是主要打複合弓箭手 還有這個白血的劍兵勇 是喔 作為主力的 那他的工程器 全部偏弱 沒有火炮 也沒有重頭 也沒有大蟲車 基本上工程器 幹他賽 那老頭的部分呢 算是正常的 生旅科技是全滿的 但是沒有額外的特殊能力喔 這相對來說可惜了一點 但他有特殊單位喔 這個戰鬥祭司 但戰鬥祭司呢 又是很害怕洛馬的文明喔 這個單位 所以遇到高明這種 很容易抱大洛馬出來 痛扁對方一波的玩法 這個戰鬥祭司應該也不會出來了 我想 那目前看到 HERA這邊已經升到了封建時代 打的是雙射箭廠小弓路線喔 那這個策略呢 以前我都是教大家打21P的喔 那現在他已經進化成20P或19P喔 就可以打這個雙射箭廠 那我是建議還是打個20P會比較好 我以前教的是21P 那HERA這邊是打一個20P小弓雙射箭廠 那流程來說呢 一樣是雙射箭廠 然後補兵工廠 那兵工廠這邊要趕快補下一級射 看一下一級射可以點 會有可能小小斷村嗎 這裡還有兩個果子應該還可以 好 工兵出來就往前 那為什麼高免會很適合這個戰術原因喔 是因為射箭廠來說 本來是要蓋一個軍銀喔 這邊直接把洛馬關起來痛扁 欸 尷尬了 手速 就是這麼快 直接選手等級嗎 因為你要蓋軍工 這個兵工廠喔 不是兵工廠 這個軍銀的東西喔 才可以去產出射箭廠 所以高免他有這個無視建築限制的這個特性 所以轉小弓來說 他可以直接省175木頭 更高速的轉出他要的這個射箭廠 所以高免其實也很適合 也很適合這個21匹小弓策略 這邊直接射村 副理 副理一個箭塔 這個來不及了 箭塔 可能要拉個兩村去扁一下弓箭手 你確定要這樣做 直接硬蓋 OK 應該蓋起來 他不拉村民去扁弓箭手 哇 被射死一村 OK 比對手蓋跟箭塔 這也是HERA想要的效果 讓對方有這個防守的 心態出現 出兵就會慢了一點 村民走在乏呆 但肉馬這邊已經過來了 一直在砍村民 還有這邊工兵 那這裡就很尷尬喔 可能還是要補一個軍銀喔 去防守 但這邊補軍銀的話 就會讓HERA這邊 撒農田的速度會更慢一點 上城堡時代就會更晚一些 那HERA目前想法是想要把資源點給維持喔 然後用村民去反制對方的弱馬就行 好 那高棉還有一個特性喔 就是村民可以放在房子裡面 所以這邊魔防地方 真的被追到快要死掉 然後放到房子裡面喔 也可以慢慢的去躲過對方的攻擊 好 再點下異農銀幕 一大一人補了一下經濟科技 一大一人看起來試到紫層上去喔 應該不是他紫層 紫層應該是紅色 亞美妞 看起來越來越像紫層了 好 後方的工兵 來到了數量八隻 哇 這裡土了非常多隻的村民啊 我們來看一下 黃色死了多少村 暫死七村 我的天 那HERA這邊也是被打倒三隻村民喔 洛瑪一直有在做事喔 你看地上一直有HERA的屍體 沒有槍兵就是這種麻煩喔 不然就是要把這裡為死 好 這邊肉麻 肯追逐 這邊去用肉麻探路 再拉回來用工兵收掉 NICE 細節有做好 好 繼續用工兵在家裡防守 這次應該是 好 槍兵過來 弓箭手沒有攻擊 好 撕掉 好 這邊義大利已經想說 WTF 什麼工兵來我家了 好 往後拉 所以前方補了一個射箭場 也要轉出毛筆想要反制嗎 好 那把對方落馬補喔 他用對方不能繼續產落馬 那HERA的目的就做到了 好 這裡直接一個分散陶村 HERA選擇了比較多名的陶村地方 這個想要往後拉 這個沒有成功 繼續往右走 可能還要再死更多一些村民 紅色這邊 終於點下了城堡時代 城堡時代 大約要到18多分喔 才可以升上去了 好像稍微偏慢了一點 好 下方治理 把村民收進去 工兵單位不太能去解這坨毛兵喔 有點難解 好 決定把工兵往右走 好 亞米尼亞人看到對方工兵過來 補了一根劍塔 這根劍塔有點慢 七隻村民在蓋 這個可能要先射 這個應該死了 先射蓋劍塔的村民 85% 90% 90% 92% 96% 97% OK 肉馬過來解一下 騎士出來 OK 應該 好奇是應該擠掉這坨工兵了 下方這坨工兵再過來 但亞米尼亞人已經轉出騎士來了 好 這裡毛兵直接控住了 HERA的金礦處 現在稍微有點斷兵喔 往上繼續補下黃金 看一下支援 看支援還是最正確 目前看到HERA這邊的黃金樹 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先把一些工兵放在這裡 繼續控住這個 不要忘了 這邊想要補一個馬舟 但是被抓包 吃了一村 再一村一個困難 掉 哇 這裡村民大爆炸 完蛋 戰士騎士有在發呆 這邊拉村民拉的有點慢 騎士箱踩動 這個手術有點跟不太上喔 好 開始拉打 這波拉打應該是能打的贏 但不要吃到承認中心的傷害就還行 還是吃到承認中心的傷害 好 上高地 換擊騎士 再射一下 完蛋了 越毒越來越多 哇 應該就消不了了 好 這邊轉出了一些肉麻 先解掉毛病的問題 前方的毛病也是稍微騷擾一下前方的金礦處的村民 但也是被肉麻擠光 這時候綠色PIN了一個燈 欸 他前面有在挖礦 快去弄他 這邊 亞美尼亞人 控兵控的如何呢 騎士有往外派嗎 往回家裡防守 這也是 新手玩家們喔 比較常 出現的一個問題喔 你的騎士放在家裡 是一個 不好的一個習慣 基本上你有騎士 對方沒有為好 你就一直 跟騎士喔 往外派喔 跟對方打 會更好一點 盡量不要讓自己的 騎兵單位喔 在家裡發呆 去外面探探圖啊 抓抓老頭的這個 撿生物的位置喔 也行啊 好 那目前看到 HERA這邊是轉出了 非常多的工兵 工兵單位還在繼續出 撐到了城堡時代 二級色沒有點 開始轉騎士了 可能覺得自己的工兵太少了 不想要去打工兵 騎士確實也是 比較有效率一點的選擇喔 好 義大利這邊也升級上去了 品種加上城堡 時代 這邊抓一下 哇 再一刀 搞定 這邊好像 有補一弓 有補一弓的話 四刀 騎士四刀 就可以砍死一隻村民 這裡瞬間擊殺掉了 兩隻村民 第三隻也拿下 這邊直接硬吃 劍塔的傷害 後面這裡騎士也是到處亂竄 這裡也擊殺掉了四隻村民 兩隻騎士砍士村 非常划算阿 反觀這兩隻騎士 在家裡 林村 七隻軍事單位 就是 這樣子 為什麼高手跟一般人的差距 差距在騷擾不足 跟觀念不足的問題 好 亞美亞人繼續農 把這個遊戲當成 開心農場 一直農一直爽 沒有要幫忙隊伍的意思 怪很強 你先彈 現在隊友 是這種感覺 在彈住黑拉所有的 騷擾 自己則是爽爽的 加了一個強化教堂 獲得了一個額外的聖物 轉出來的是戰鬥祭司 我的天 才剛開局說 他是一個 很容易爆出大量大落馬的文明 他就轉出了戰鬥祭司 還不是一般的老頭 因為戰鬥祭司 是不能招翔騎士的 那老頭是可以招翔 騎士的 他防守來說 應該會更需要老頭 而不是戰鬥祭司阿 唉 頭好痛 看頭有點痛 唉呀 這邊砍爛了非常多村 我的天 好 前方 義大利展出了騎士 給黑拉來學壓力 發掉了一些騎士 好 後方這邊騎士 再度回頭騷擾一下 好 這邊抓殘血 唉唷 義大利這邊細節做得很好 看來這邊的大魔王 是這個綠色 然後再來就是黃色 黃色的觀念其實也不差 紅色應該是最不要緊的一個對手 那黑拉這邊大會要先針對義大利會比較好一些 老頭出來找想一下 有機會嗎 拉走 唉呀 這個老頭可惜了 沒有找想到 右邊補下更多城鎮東西 3TC開農 好 後方這隻騎士 優先攻擊的是羅車 唉呀 這個也是 亞美尼亞的一個優勢嗎 這個對方騎士喔 就是有點傻傻的 就會先攻擊羅車 而不是旁邊的村民 因為他把羅車判定為單位 而不是建築單位 好 後方 城堡補了一個 這個觀念還不錯 補在金礦跟城鎮中心的中間 可以防守一下這個區域 好 老頭過來 來 沒有找到 這個 該是要去點生物吧 老頭一出來又被砍死了 哇 這裡 戰鬥祭司 扛不太住 好 還有拉 下了二級馬卡 現在他有異次元農田的關係 食物一直瘋狂跳 扇三片田 食物跳得非常誇張 但是阿茲特克 家裡已經補了一根堡 這根堡 可以守住大規模的一個農田 所以 這邊要燒得到阿茲也不太容易了 這隻騎士可能要沒了 好 打掉了田 哇 180田 不是 180木就當沒了 一隻騎士換180木 不虧 在農田 在村民正式灑下日之前 那個血量是0滴血 只要騎士去砍到的話 就可以 佔個60木60木 一直賺一隻手 看阿這邊 戲劇還是做得很好 但是一次要騷擾三家 有點困難 有點辛苦 要自滴阿 OK 自滴成功 大方補了兩個均勻 轉大量槍兵出來防守 意大利這邊慢慢農上去 2TC慢慢農 那聰明書來說 是意大利目前是 1000家聯盟的Top 18村 那最少聰明的是亞美尼亞人 明明你是第一個上城堡時代 開農的 卻聰明最少 然後 然後 阿茲特克 這邊是 蠻正常的 50村 前面有 跟Hera打鬥一波 還可以這樣子農上去 其實阿茲特克也蠻厲害的 Hera這邊 村民數 來到了92村 村民數 差距大概60村 但還行 畢竟她是一個人 那綠色這裡有更多的 騎士開始在砍 Hera家裡的村民 這波砍得不錯喔 擊殺到了一些 殺了四村 三村而已 這邊收村也收很快 馬上把村民拉走 這邊也在著想 義大利這邊的村民 亞美尼亞人 後面還有一隻騎士也在亂砍 本村老頭被著想到 這邊砍個一波 義大利人又稍微損失了一些村民 但村民還是 義大利這邊優勢領先喔 阿茲特克派了一些兵往前 槍兵想要收掉一些騎士 但後來家裡實在是太多騎兵了 補了多少個馬舅了 看一下 四馬舅出騎士 不知道大量槍兵 Hera有點扛不太住喔 這個槍兵有點難打 還是要硬吃嗎 Are you sure OMG 打贏了 哇靠 我們都剩下殘血騎士 太賺了 這時候騎士還是打贏了 好 Rena 弩手要不要補一下 義大利 我是義大利 我就開始補Rena 弩手了 先補在城堡裡面 累積十隻 之後開始出去亂大爆射 好 好 亞美尼亞這邊轉出了級兵 城堡時代升級級兵 這就是亞美尼亞人的優勢 亞美尼亞人這個優勢 在實戰中很少見 可以建議你 城堡時代升 劍兵勇士喔 基本上快要可以點帝龍時代了 通常正常的玩家 都會先就先升帝龍時代 不是升劍兵勇士喔 但槍兵升級來說的話 可能就比較常見一點喔 600黃金加300肉 黃金挖的比較快喔 所以比較好升上去 好 那Hera這邊補下了手推車 開始有點暫緩攻勢了 這時候他突然轉頭 針對了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這邊聰明數還是最少的 感覺要針對的對象不是他 而是阿斯特克會更好一點 當然亞美尼亞人 雷克拉家實在太近了 他可能是顧慮到距離的問題 而且這邊轉出了級兵喔 現在用騎士是完全打不贏的狀態 這邊決定要1分為2 把這些騎士往上打 然後讓他的級兵往後就 然後級兵往後的話 前面城堡就有機會蓋起來 這就是Hera的如意算盤 那有沒有機會呢 這一波騎士過來 哇這邊都閃血的村民 完了 又BBQ了 砍了15村 12村而已 點羅車也收掉了 那個箭塔也沒了 槍兵要回救嗎 你要回救你要確定欸 正面的城堡 啊更多村民 沒錯 這就是 深東即西 OK這是念對了 這個被招牆騎士也不管 我就是硬砍 砍爆一隻老頭 NICE 左邊義大利又派了一些騎士 到了前線騷擾 Hera家裡 又被再次受到了騎士的衝擊 雙面是被砍掉了幾隻 後面的騎士引走了級兵 級兵直接往後救援 但是正面城堡又被蓋了起來 難受 真的是難受 好 這裡再大兔殺了一波 喔 完美 哇 高敏這邊 卡拉好舒服 147村對上204村 1打3 然後聰明數值少對方50村 另外的 這遊戲跟我們玩的遊戲不太一樣 這就是高敏的異次元農田嗎 經濟有夠好 這裡要趕快轉出重裝騎士喔 那他這邊先轉出來的是二級色跟化學 重裝騎士升級並沒有優先點下 三級的騎兵鎧甲也是 這個蠻神奇的 反正是先補三級色 看到Hera這邊有什麼特色的想法嗎 可能遇到槍兵太多 雖然不想要升騎兵 直接回轉 強奴 我覺得轉火槍可能更好 高敏是有火槍的 強奴也有 但是就是沒有拇指環 稍微可惜了一點 再往左走 左左這裡 30隻村民 直接入袋 好 騎士直接往左衝 然後衝爆義大利家裡 剛剛把我開始加起來看輸出 這邊急兵送了一波 大概死了快要10隻的急兵 一直砍 好扯 爾納奴守出來 家裡轉出來的兵是什麼呢 火槍兵 點下三級色 可能是要補一下城鎮中心的傷害了 他家裡 一共一個城堡都沒有 反正是城堡往外補 如果是我的話就想在這邊補個城堡 控一下出兵點 還有前面的經濟產 好 那HERA選擇的是把所有城堡往外補 好這裡槍兵出來 戳掉了左邊的騎士問題 一大利家裡的騎士也要解光 騎士死光了 然後三級馬卡也好 重裝騎士也才補不下 好回頭再繼續補騎士 可以 好 那HERA決定要先把紅色給都更掉 火槍先往上走 上面的疾病問題還是解決不了 但是他沒有先往上走 反而是開始往左走了 結果撞到義大利這邊的騎士 義大利騎士被射掉了一隻 第二隻也快被射掉了 但是騎士的傷害攻速屬於太高 瞬間砍掉了非常多的火槍兵 HERA這一波可能沒有想到 對方義大利補齊的速度這麼快 這時候綠色拼了一個燈 叫隊友過來支援 有機會幫忙得到嗎 好槍兵過來 這一波應該是HERA完全打不住 槍兵配上騎士 這一波 收的順順好 前方塵帽只蓋了1.98滴 要不要取消一下 那要是被對方槍兵或騎士抓到 直接損失650石頭 好 亞密尼亞人這邊補下了衝車 想要往前 然後放衝門過來解一下 尤其托斯基 趕快拆卸趕快跑 槍兵想要過來救 但槍兵沒有防禦很容易被打包 好前方的城堡補下來了 好全部都補在外面的野況 OK還是HERA厲害 不知道這張地圖野況都在外面 把城堡我外補 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城堡我取消 再蓋一個新的 好前向也要補一些射箭場 繼續把城堡我前推 給亞密尼亞人更大的壓力 這時候點下地龍時代的是 阿斯特克還有義大利 義大利這邊才剛補下 阿斯特克點完地龍時代之後 馬上補下了龍貫戰爭 攻擊一項變成10攻的槍兵 瞬間戳爆火槍 哇火槍這邊有點尷尬 現在有點忙 到處都在著火 整個寶沒有順利蓋起來 正面補下了一個 這個城堡 650獅子頭 沒了 有取消嗎 我們回頭看一下 看起來是沒取消 246 沒沒取消 哇赫拉直接減少650獅頭 這一幕被我們抓到了 赫拉忙於多線 沒有辦法碰好自己的經濟 跟前線的問題了 這就是一打多的威力阿 三個臭皮槍勝過一個諸葛亮 這是這個概念嗎 火槍 火槍 被招了一隻兩隻 對 招村民 火槍不香 招村民幹嗎 OK 老頭全部被城堡射掉 開始繼續往上補 看到黃金 快點挖一下 喔 當然我覺得 HERA還沒有輸喔 現在HERA要贏也沒有到很難 槍也補出來了 如果阿茲轉步兵 感覺HERA沒有需要跟著轉的用意喔 可能後面沒有黃金轉個大落馬 喔也行 再橫一點喔 轉個毛相夫 直接踏過去加火槍 也不差 那目前HERA這邊的經濟配置喔 還是比較像是在打 這個綜合策略 石頭挖的偏多一點 想要先控圖優先的意識 然後先用這個重裝騎士到處run 好 正面使用軍頭11 開始拆除 槍兵到處 搓來搓去 這裡轉出來是弓兵 那亞美尼亞人的弓兵沒有拇指環 強奴 稍微弱了一些 但打弓兵來說還是蠻好用的 現在金晶有點難 混得出來大量的槍兵 這個奴兵跟戰矛 排成這麼多 射箭場不如多蓋一點 這邊轉出的是傭兵 阿茲的傭兵 攻擊力10加8 18傷他的傭兵 打火槍特別的好用 我們開口做的阿茲這邊可以轉傭兵喔 然後打火槍還有額外增傷 這一波阿茲打得非常漂亮 射掉了這兩台巨型頭10機 還有後面大量的火槍 剩下10隻了 這一波讓阿茲翻盤成功 Hera這邊上方用騎士解掉了傭兵的問題 火槍可以繼續往前 這邊進入城堡射程 最後傭兵還是全速送掉 但至少這波攻勢稍微被減緩了一點 這邊可能要靠義大利翻盤了 這邊有機會成型嗎 這邊熱納爐爐手沒有搭配攻城去 這一坨熱納爐爐手是送掉的意思嗎 直接撞城堡全部送掉 好像是耶 綠綠的 地上綠綠的 還有不是頭上 這邊是有金瑞嗎 還check一下 沒有金瑞 沒有金瑞的熱納爐爐手 就不要出來 哈哈了吧 剛剛看起來有點可憐 哎呀好慘 大概有點偏低齁 好 那回頭看一下薩瑪勒 亞美尼亞了 亞美尼亞這邊騎士問題解不掉 老頭也沒辦法去量產 基本上家裡整關被多掉了 要繼續回農也是困難 這是他最後一個城鎮中心 那現在Hera應該不應該 把太多兵力放在亞美尼亞這邊 要把更多心力放在阿斯特特上 感覺義大利有點陷入瓶頸 可能他是最carry的 現在是變成阿茲最能扛 我覺得現在Hera只要全力 往阿茲特特那邊衝 應該就十拿九穩 這一波交換阿茲直接撞到城堡 吃了非常多的城堡傷害 上方騎士還在run 看可不可以把亞美尼亞全部收掉 好火槍夾騎士在這個空地上等待對手 可能是沒時間空了 太多地方要付了 好最後城鎮中心也被打爆 好 亞美尼亞人 全速搬家 哇 現在才點二級目 難受難受 喔 突然不理阿茲 原本阿茲是分數最高的 但是Hera決定要來 攻擊義大利 這是公衛救兆嗎 還是公兆就位 公哪個我忘記了 好像也不是這樣用了這個情況 嚇我死 好 十二支火槍 到地 反擊 傭兵 赫耐亞奴手 喔 要繼續打嗎 好 開始反擊 瑞奈亞奴手回去 瑞奈亞奴手的射程只有6而已 4加3 7點射程 左槍也是7點射程 城堡實在是6點射程 現在來到7點射程 手還是有點短 好 這邊大量傭兵 往前衝 火槍直接衝過了Hera的陣地 傭兵 扛住這一波 但現在Hera打傭兵就好有辦法 豬出更多的重裝騎士 但感覺經濟有點快要撐不住 黃金用得很極限 現在火槍也沒控好 直接撞到義大利的城堡 送掉了所有的火槍 右邊騎士加上巨頭慢慢拆了過來 但這一波傭兵 感覺擊殺到村民也不是非常多 而且大部分的傭兵都撞到了城堡上 這邊Hera利用拉打加上城堡傷害 解決掉這一大圖傭兵的問題 好 那現在Hera覺得再攻異國 對方就會打GG了 有這個想法在 好 兩隻村民 走掉 好 現在義大利 經濟沒有到很好 雖然是村民最多的文明 但他看起來資源量不太夠 經濟熱納雅也升上去了 那其實義大利這邊 只要轉出重裝長槍兵 配了熱納雅 就可以打贏現在Hera這邊的配兵了 然後再加上火炮、火槍 做一個混搭策略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決定 好 這裡轉出毛巷夫 但是阿茲這邊轉出大量槍兵 但還好阿茲沒有擊兵 只有重裝長槍兵 但重裝長槍兵的傷害實在太高 直接戳爆了前線大象 看不到這邊高明轉大象 似乎有點... 有點問題 畢竟大象不像孟家的大象 有外抗傷害的效果 被戳到還是很痛 但只要數量夠多 大象還是能打得贏槍兵的 畢竟人家是黃金兵 這邊大象有機會集結起來嗎 我們直接上前往前衝 後面城堡掉了 大象第一次也被戳爛了 因為大象有點潰不成軍 但後方有火槍 這波可以考慮反打一下 後面火槍給的傷害很高 回頭扁一下 好 解掉了 黃金兵還是比較優勢一點 好 解掉了石石中心 任那弩手 往前 沒有要轉火炮嗎 任那弩手 加火炮 跟槍兵 可以打巨頭 也可以打城堡 也可以打騎士 什麼都能打 覺得... 義大利... 打巨頭 不是這麼的優秀 這個騎士居然被收掉 好 那黑曹兵點下銀罐了 奴奴的銀罐是可以增加毛象夫3.3炭 但毛象夫這邊也有點優勢 移動速度稍微快了一點 比其他的大象我都沒有比起來 移動速度快一點 可以更快去支援和繞跑 OK 打了過去 大象很難截 後面還有火槍 那現在後面的奴兵 加上火槍 只要撿不掉的話 接頭大象一直往前補 應該就可以踏平阿斯特克 後面再補一些巨頭 好 義大利這邊反擊回去 HERA HERA這邊想要再往前推 有點困難了 上放兵力有點不太夠 想把所有的兵力 逼到了HERA家裡 紅色這時候點上帝王時代 但是他只有單TC 村民只有20村 重回封建時代的經濟 只有封建時代的經濟 應該上帝王意義不太大 所以不用太擔心 好 再裏轉出了重裝騎士 好 轉一些戰矛 好 上方的義大利 热耐奴兵手 開始往前推 上方的問題要開始思考一下 怎麼防守 看起來是要推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不推過來 可能會有點危險 好 現在轉出大象來說 對義大利來說也是好事 跟義大利的热耐奴兵手 是可以打帶跑 打這個毛象夫的 好 攻擊1來到8張21攻 比遊俠傷海高 14加4 18點 多了3點傷害 好 高明轉出了大羅馬的升級 二級龍又補下 大象就是往龍鐵面 踏來踏去 但沒有工程器 工程的效果 還是差強人意 好 三巨頭 出去攻擊 四巨頭 大羅馬想要去拆掉前方的巨型投資機 那義大利這邊轉出來的是凍裝騎士 凍裝騎士 扛住奴兵跟戰寶兵的傷害非常的優秀 可能打黃金兵策略 這個可以 nice 右邊城堡也收下了 配方被破到後面再補一個新的城堡 做著防線 巨型投資機 砸掉巨型投資機 也砸掉自己的弱馬 好 這邊有一波 重裝騎士抓到了意大利的村民 開始要來繼續打多線喔 黃色的村民開始逃了一些往上 作為預備逃命隊 大象直接衝到了後方 阿茲特克經濟開始轉差了 剩下79村 越來越難轉出重裝長槍兵去防守毛巷夫了 這個毛巷夫居然在發呆 這時候對手突然打出了GG HERA這次成功挑戰了1v3 拿下了這場比賽的勝利 HERA總共出了156隻的情勢 那勒納爾弩手 正是86村 86隻勒納爾弩手不能再多 上方的四棟城堡 三棟城堡 雖然一直有在亮場的勒納爾弩手 但總體的這個配置來說 感覺不是這麼的有優勢 因為這邊的進攻來說 他還是需要一點肉 我是直接轉一些傭兵 去打正面 可能會更適合一點 畢竟轉重裝騎士 黃金消耗量實在太兇了 傭兵會稍微便宜一點點 阿茲特克這邊問題我覺得不大 一直有在攻擊HERA這邊 以他的分段來說 已經算是很厲害了 還有義大利這邊也是 亞美尼亞這邊就有點 不太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還有一些觀念 比較沒有跟得上這個META 所以會有點打得七七八八的感覺 就是看不出來亞美尼亞人到底要幹嘛 老實說我真的看起來是這樣子 我真的看不懂他想幹嘛 義大利跟阿茲特克這邊的判斷來說 我覺得還算OK 不會太差 至少還可以稍微能打 但要有效抵擋的話 還是要打掉HERA大量的村民才有可能 HERA這邊的打法也算是高敏的一個常見策略 後期配火槍還有毛相夫 中期的時候打騎士 後期可以斬大肉馬 中中騎士也依序補了上去 這也是蠻適合高敏的一系列打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亞美尼亞人 拿到了三萬九 最低一分 HERA這邊拿到快要以十二萬的經濟資源 快要是阿茲的兩倍 或是義大利的兩倍 大概差一兩萬而已 那KD方面呢 則是HERA拿到1.87 不能再多 那亞美尼亞人則是0.21KD 最慘那個 擊殺了45個單位 卻死了215個單位 那義大利這邊是0.92 KD看起來很好 但實際上做的最多事情是阿茲 阿茲被刺0.48 損失了494的單位 那看起來後期阿茲的問題 是不會打老頭的關係 那如果阿茲的玩家 後面有轉老頭的話 這邊毛孝空 全部著想到 回去反打一波 對他會是一個比較容易 減輕前線負擔的問題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